各位公友大家好 我是旅行长龚头坚 最近我有一本新书要出版 标题是龚头坚的龙马之旅 顾名思义 则是一趟跟随着日本的历史人物 版本龙马的旅行 而且这趟旅行的时间很长 前后跨越了十年才完成 而之前我也曾经单独为木墨 以及龙马相关的史基景点制作影片 但是一直都没有完整地跟大家来谈 龙马这个人物的生涯 所以配合新书出版 我决定制作这一集 诚意满满的龙马生涯解析 它跟书的内容并不完全重叠 而是可以搭配着来看会更完整 而这将会是我到目前为止 制作过最长的影片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在每年日本票选 最喜爱的历史人物排名中 版本龙马往往名列前茅 可以说是非常有魅力的人物 原本也就是我最早想要书写的题材 但是有一点必须知道的 大众对于版本龙马的认识 毫无疑问的是受到司马辽太郎先生的连载小说的影响很大 司马先生他是记者出身 他从1962年开始在报上连载龙马行 直到1966年才完毕 而可以作为比较的 同样是报人出身的查良庸 也就是金庸先生 在报上开始写武侠小说 则是1955年的书建恩仇录 司马先生虽然起步稍微晚一点 但几乎可以视为是同一个时期 龙马行的连载时间 则几乎跟金庸的天龙八部是重叠 一位擅长历史小说 一位擅长武侠小说 但都对大众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版本龙马 这个版是土字旁 以前很多人会打错 还好现在搜寻引擎已经非常聪明 无论你打木字旁或者是副字旁 都能够找到正确的资讯了 关于龙马的先祖 司马先生曾在小说中写到 传说他的祖先是骑马渡琵琶湖的 明治佐马驻光春 版本这个姓在土佐很少见 这个姓是取自祖先在琵琶湖附近的 版本城而取的 所以他们家的家文是明治的结梗 尽管我也曾亲自到过版本城去平调 但传说毕竟只是传说 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 龙马是明治家的后裔 土佐凡简直就是木末的浪世制造机 龙马的出生是土佐凡 也就是现在四国的高知县 对于当时土佐凡特殊的国情背景 必须先有个认识 他在古代是有一只被称为 长宗我部的士族 大约在平安时代末期 连仓幕府的初期 来到土佐 具地发展壮大 到了战国时代 长宗我部原亲 远交进攻 先是统一了土佐 又在十年中陆续击败 阿波 战旗 伊宇 而成为四国的霸主 迎来了短暂的全盛时期 原亲在土佐实行了所谓 一领巨逐的兵农合一制度 等于是全民皆兵 但好景不长 在封城秀吉死后的几次 关东VS关西的内战中 长宗我部在西军阵营 最后被德川家康为首的东军打败 德川没收了土佐 并将他封给自己麾下的功臣 山内一封 于是山内家开始成为土佐的国主 而后来被称为梵主 随他而来的统治阶级的武士 称为上士或者梵士 而原本长宗我部士的 一领巨逐的武士们 则成了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 下士或者乡士 用现在的说法 土佐三内家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 外来军事政权 这在当时的日本 虽然不是唯一 但是土佐的阶级之分 相对的严苛 而到了木末 饱受欺压的土佐乡士 大量的托凡 成为驱动倒墓的关键力量 版本家原是土佐的豪商 柴谷乌 后来才买到了武士的身份 但即使是如此 也只能买到下士 土佐凡的这个阶级制度 之后对于龙马的人生 乃至于历史的发展 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是我们必须先认识的 许多喜爱版本龙马的人 可能都知道 他是在天保六年 1835年11月15号出生 而最后也是在同一个日期 被暗杀 因此目前到每年的11月15 都是各地举办龙马祭的日子 但之前的影片也曾经说明过 如果套用现代的犀利来换算 他应该是在1836年1月3号出生 关于龙马幼年时期的记载并不多 有史可据的 是他曾经到附近的私塾去读汗血 但是不久之后就退学了 而后来在14岁的时候 正式进入日耕野变质的道场 学习下士的小力流建树 这可以说是龙马走上 未来人生道路的 第一个明确的转折点 也伴随他颇长的一段时间 可以说龙马在19岁之前 就是过着乡下豪商小少爷 学见到的生活 岁月尽好 地利与我何有哉 而19岁取得小力流 和兵法事目录资格 并获准去江户 继续修行建树 龙马虽然是下士的身份 但与一般的下士来相较 他无需为生活发愁 不仅表现在他的体格 也表现在人生观上面 更让他有余裕 得以去见识屠左以外的世界 这个可以说是他的幸运 龙马从高知出发 前后花了一个多月 才抵达江户的千叶道场 学习北城一刀流的剑术 长颜道时事造英雄 就在龙马抵达江户不久 就发生了堪称 日本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黑船来行 也直接开启了15年的木末时代 有关的细节 可以搭配我另外一支木末的影片 就不再重复了 重点是当时木府紧急召集 在江户的大名巫夫 派出樊兵守备海岸 像龙马这一类的下士 杂兵也被编入黑船紧固的队伍 守备的范围是 品川屠左帆夏乌夫周边的海岸 半年之后 培里率领七艘船舰 组成的舰队再度来航 开抵夏天 这一次签订了日米和亲条约 日方允诺开港 意义上正是结束了 长达215年的锁国体制 正因为这个条约的签订 掀起日本国内 攘夷或者开国两方的论争 更埋下了岛木的种子 而这个时候的龙马 能在江户的千叶道场 跟当时的蓝学者 佐久坚向三的门下 一方面精进日本的建树 一方面学习西洋的炮树 虽然从他写给家人的信中 仍然不脱当时热血青年 想要取宜人首级之壤仪思想 但身处大时代之下 想必也听闻各种观点 并进行个人的学习与思辨 20岁的龙马 在江户休学15个月之后 建树修行其满 回到高知 而在家乡又待了两年 在这段期间 他历经了父亲版本八平过世 同时也回到日耕野道场 并获得小力流中船目录 显示在江户修行之后 建树更上一层楼 尽管在江户历经了 黑船来航的时代洗礼 但这个时候的龙马 似乎还只是以返乡交建树 为他的人生目标 然而在这里就必须提到另外一个人 是龙马的同乡 在木墨屠左的几位代表人物当中 也可能是最传奇的一位 他就是约翰万次郎 他的人生阅历 间接打开了龙马的世界观 他本姓钟彬 是屠左清水小渔村的渔夫 14岁的时候遭遇了海难 却幸运地被美国的补金船救起 并且跟威廉船长 建立起了父子般的情谊 跟随他前往美国 又远航四海 整整十年之后 买船回到日本 并且在木墨发挥了他的语言专长 协助了日美之间的外交 而住在龙马老家附近的画师 叫和田小龙 奉凡命访问了约翰万次郎 听到许多海外跟美国的故事 半凭想象 化成飘讯激略 据传龙马很可能看过这本书 而且从和田的口中 听到更多的故事 可以说是开始对美国 以及海外世界的启蒙 如果当年有手机 龙马会不会常常都在发废文 在木墨乃至整个日本历史的人物中 版本龙马是留下许多 私人书信的一位 而且有不少人保留到现在 他不太爱写信 而且闻风自由煞爽 各种见闻生活大小事都写 这也是为什么容易成为许多小说 或者戏剧的题材原因之一 他尤其喜欢写信给家乡的姐姐 宜女 宜女可以说是一位女中豪杰 但是碍于当时男尊女卑 他无法自由地去外地闯荡 龙马便常常将他在各地的所见所闻 以及生活感想 写信告诉姐姐 在这里我偷偷讲个小八卦 龙马再度前往江户第二次修行时 取得了北城一刀流长刀兵法目录 同时也在千叶道场当了一段时间的熟头 他在江户千叶道场 有一段青涩的感情史 也就是跟师父的女儿千叶佐纳 龙马前后在千叶道场 总共度过三年的时光 虽然并没有任何的历史证据 足以证明他和佐纳的关系 但是在明治维新之后 佐纳终身未嫁 并且自述与龙马有过婚约 另外可以参照的 就是龙马自己写给姐姐的家书 曾经把家乡的青梅竹马 平井家伟跟千叶佐纳的容貌 拿来做比较 这还真是年轻男生会做的事 龙马也曾经写信给平井家伟 甚至在司马先生的龙马型小说中 以家伟为原型 创造了田鹤这样的一个虚构的角色 设定为徒左第一美人 并且跟龙马互相寝慕 在小说里 龙马从江户结束修行 返乡途中 还曾经在京都跟田鹤小姐共度凉宵 但这多半只是虚构的剧情 回归正史 那年龙马虚岁24 返乡之后 开始慢慢地感受到 默默动荡的影响 龙马跟徒左秦王党的关系 究竟是如何 龙马的另一位同乡 武士半平泰 他和龙马家是远亲 很可能从小就认识 他的家境虽然不如龙马 但是几代前也曾经是富农 因此买了白杂乡士的身份 这个白杂虽然仍属下士 但算是乡士的最高阶 有时候会被以上士来看待 虽然家境略逊 但是半平泰的上金星 比起公子哥的龙马 是更强烈 无论在剑术或者学问 在同辈间都堪称是出类拔萃 也曾经短暂到江户去修习建树 他并且在高知开设了私塾跟道场 培养同乡的后劲 累积自己的影响力 师从武士门下学习的徒左年轻人 包括钢田乙藏 中钢圣太郎等等 都跟未来龙马的命运关系密切 而龙马结束江户修行 二度返乡之后 当时的人生道路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也会在家乡开设道场 继续培养下一代的乡士 然而世界已经产生了变化 历史巨轮已经开始转动 无论是在江户的建文 或者种种关于幕府的消息 想必都让他的心中 有一股蠢蠢欲动的不安 找他一年回到高知的武士半平泰 更是不会甘于直服于南国 自外于时代 因此秘密号召了他的徒生 组成了屠左倾王党 这个时候的龙马 虽然还没有自己明确的政治主张 但是在武士的驱使之下 还是盖了学子印 成为屠左倾王党的发起人之一 也就在此时 他的命运开始动起来 这个时候 他虚岁已经二十七了 这一年十月 他先是申请去了 顽归凡建树权益 也就是切磋建树 骑满之后又申请延长 渡海去了安逸就现在的广岛 在这段期间 他受到武士半平泰的密令 作为使者远到前往长洲 会见了吉田松阴的高徒和妹夫 九板玄瑞 最后再取到大阪 再回到屠左 龙马此行见到许多的志士 那颗异动的心 想必也被撩拨起来吧 但当时的屠左倾王党 由于受到江户的樱田门外之变 锦衣直闭大佬被砍杀的事件影响 武士半平泰开始认为 这种暗杀的手段 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因此就派人将屠左版的国师 吉田东阳暗杀了 吉田东阳的被暗杀 是屠左风云的起始 更进一步激化了 上次跟下次的仇恨与对立 龙马也曾被怀疑 与这起暗杀事件有关 然而其实在事件发生的当下 龙马却已经不在屠左 奔向他的命运 以及更开阔的世界 托凡浪事守不去 真的立刻投身 时代洪流了吗 当屠左勤王党的刺客 在高知暗杀了吉田东阳时 龙马已经悄悄地在十多天 之前就离开了屠左 托凡去了 由于当时各凡国 对于人员进出都有管制 特别是武士 是必须要有凡的允许 以及书面的证明 才能够离开 而各地的藩所也需要盘查 所以如果私自托凡 就只能成为浪事 不再受到凡的保护 我在另外一支影片当中 也曾经介绍过托凡之道 他是和泽村总之城一起 从高知往西行 翻山越岭 化越国境 进入一雨 再从海边偷渡 搭船前往长洲 而龙马之所以托凡 主要原因是听闻 薩摩凡的国父 也就是凡祖的爸爸 岛金九光将率兵上落 前往京都 智士们一头热口耳相传 以为九光是要去 秦王攘夷 所以从日本各地 托凡前来共襄盛举 而问题是 岛金九光它并没有 倒墓的意思 它想推动的是 公武合体 也就是以天皇 公家为中心 并由各个诸侯 武家共治的局面 而这些智士跟浪士 拱他要跟幕府对抗 简直是要把他 放上烤肉架 所以九光不但不买账 反而要镇压 激进派的智士 所以他派人去 京都的四田屋 却然说不成之后 就进行了肃清 造成了薩摩智士之间 互相残杀的悲剧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龙马脱凡后 原本预定参与的 秦王岛墓被迫中止 于是将近五个月的时间 从长洲到九州 想去薩摩又不得骑门而入 只好又返回到大阪 再前往江户 去投靠当年他学习 并且担任熟头的千叶稻场 遇见生涯的贵人 土龙也要飞上天 回到江户千叶稻场之后 他时常跟师父的儿子 千叶崇太郎共同行动 崇太郎既是稻场的小师父 心中也似乎 希望把妹妹佐纳许配给龙马 因此又多了一份情谊 而两个人辗转经过引戒 在那一年的冬天 共同前往拜访一位牧臣 圣海州 圣海州原是牧府的小武士 但因为自学荷兰语有成 又在长期海军传习所 学习多年 之后并且担任 闲林丸的舰长航行到美国又回来 是真正见过世面的人物 并已成为幕府的军舰奉行 等于是海军司令 但是在朗仪志士的眼中 类似圣海州这种蓝穴背景 洋派作风的 当然都是该展的奸人无误 因此过去的野史 常常描写说龙马跟崇太郎 原意是要去刺杀海州 不过在正史中 这个时候的龙马虽然立场倾向于岛墓 但并没有特别强烈的 让仪思想更不用说杀人 不如说他对世界依然充满了好奇 因此才有强烈的意愿 想听听海州的见解 而结果大家已经知道 龙马对于海州的观点 非常的佩服 认为是世间的伟人 随即就拜倒门向 这也算是龙马真正有明确的生涯目标 并且开始慢慢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关键时刻 在圣海州收了龙马为门生之后 开始需要他去各地奔走 所以就趁着一次航行到夏田 得知到屠左的老樊宫 山内荣堂也在那边束搏 趁机亲自为龙马求请 而荣堂只好在口头上 就赦免了龙马的托凡之罪 从此可以跟随圣海州行动 正因为有这么一段典故 所以夏田的宝福寺又被称为龙马腾飞之地 遇见你是乱世中的小确幸 这个时候的外部局势 一来是发生了薩摩凡跟英国的萨英战争 而英国在这场战役当中 体认到薩摩的勇武以及近代化的实力 双方不打不相识 反而建立起某一种程度的合作关系 而另外则是幕府为了要处理越来越盛行的 浪世暗杀 或者所谓的天珠的风气 也开始招募习武的平民 例如像靖腾勇 土方遂山 冲田总师 这几位来自靠近江户的天然理心流侍卫馆 也是在幕府的用人之际 被时代的浪潮推向了京都 从原本的人生浪世队成为新选主 取缔或者斩杀倒墓的志士 维护京都的治安 而当时龙马则是四处奔走协助盛海州 成立海军署的时期 幸运地置身于风波之外 龙马受命前往月前辅景去募资 获得他第一笔天使投资人松平春月的巨款 然后又到处说服浪市 跟他一起加入海军署 这并非容易的工作 更何况当时大家都想当志士 对于航海是一知半解 但龙马被任命为熟头 负责督促激励众人来学习 而因此有了一群自己的伙伴 而这群伙伴当中的许多人 也将伴随着龙马开创事业 并且走到生命的最后 文九四年1864年 版本龙马虚岁已经三十岁 这一年圣海州奉幕府的命令 前往九州各藩进行考察跟协商 此行是为了幕府要攻打长州 预做准备 因此海州先行前往了解跟部署 他也带上了龙马同行 幕府的高官资深前往九州出张 已经算是很虚企 还带了一名浪士 似乎更是不合常理 但他一方面也需要护卫 另外一方面他也想让龙马渐渐市面 他们这一趟旅行 从神户 左鹤 雄本 长崎 最后再从左鹤乘船回到神户跟大阪 历史两个月 可以说是师徒相处最久的一段时间 龙马一路走来 常常遇见当代的有识知识 每一次都让他看世界的门窗更打开一点 当然这也必须是他自己的心胸跟想法 够开阔 否则按照当下的知识思维 这些满口海外知识的 都是必须被攘移的同路人 因而断绝了获得知识跟见识之路 而当他跟伙伴来到京都 借助处所的管家 是一位叫做曾的妇人 而这位曾的女儿就是尤其龙 也就是龙马未来的妻子 推测龙马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阿龙 而当年又发生了 长州攻打京都的进门之变 默默局势呈现了一种近乎失控的状态 当时的龙马 所幸仍有圣海州的海军署 这样一个牺牲地跟庇护所 得以在安全的距离外旁观这一切 甚至在这乱局中 还有了一点私人的小确幸 那就是在这一年的旧历八月 他和阿龙举行了内助研 也就是没有外人参加的结婚式 而为他们见证的是 经常式的住持致席院 建立国际商社的龙马 竟是共计会的双面间谍吗 从池田屋事件到静门之变 鱼泊荡漾 对龙马最大的影响 是由于有海军署的徒佐浪市 参与了这些由长州发起的事变 导致于圣海州被免去军舰奉行的职务 甚至连神户海军操练所最终都被幕府下令要关闭 龙马也在这段时间 认识了萨摩凡的西乡龙圣 大九宝利通小松带刀等人 龙马这个时候的身份已经是二度托凡 他在初次托凡时原本就想去萨摩 却不得其门而入 而到了此时 他却以宾客的身份正式应邀前往萨摩 并且参访了西乡龙圣的家 以及小松带刀的宰迪 在回城中除了路过雄本 再访恒景小南 还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泰宰府 去探访因为跟长州勾结 而被逐出京都的五亲 也就是五位公家的贵族 五亲中的三条使美 在维新之后当到太政大臣 内阁总理大臣等等 封正一位的公爵 重点是原本一借让式的龙马 这个时候已经可以跟这些 左右逝世的人物平起论交了 除了他这个时候拥有的航海知识 并且掌握了一群 熟悉海事的伙伴之外 自己也开始累积 并且产生出对天下大事的观点 这些可以说都是 圣海州给他最大的资产 也是一个创业者的条件 那就是专业知识跟团队 然而在他的故乡高知 被整肃失事 已经监禁了20个月的五四半平泰 却面临了定罪切腹的命运 就在神户海军操电所被废止 五四半平泰切腹的绝望气氛中 龙马开始有了推动 煞肠同盟的想法 并且和一众海军署的伙伴 在萨摩帆 以及长期的豪商的资助之下 仇设射中 有人说是日本最早的贸易商社 而最好的地点 当然就是在长期 这个充满了异国情调海商聚集的城市 龙马曾经跟着圣海洲来访 而且显然很喜欢这座港丁 由于后来的射中 就设在风头丁旁边的龟山山坡上 也被称为龟山射中 这个地方可以远眺长期港 运出港湾的船只 都在视野之中 而既然要做海上贸易 除了富商的资助以外 当然要有货源 也就是做生意的对象 这个时候就是哥拉巴登场的时候了 Parmus Brake Grover 日文发音叫Glaba 所以后来都被翻作哥拉巴 他出生自苏格兰的亚伯丁 本来就是一个港丁之子 21岁就来到上海加入颐和洋行 随即听闻长期开港的消息 又一马当先来到长期 开设自己的商会作为代理 而当龙马来到长期的时候 哥拉巴早已在此立足五年多 从生思和茶叶开始 后来又正好遇上了木墨的波澜 木府和各凡 无不想撕下整军金武 所以他卖船 卖炮 卖枪 当真是形势大好 附带一提的 在我读过的某些著作中 哥拉巴被认为是共济会的代表 他吸收龙马以及许多日本人 作为推动世界革命的棋子 当然这些说法都增添了历史的趣味 阿龙舍命救君子 四田屋遭难的原因究竟是 龟山社中成立的初期 并非一帆风顺 光是买船就花了不少协商的时间 但还好 社里的伙伴 例如龙马同乡 馒头店的靖藤昌侍郎 以及后来加入的陆澳洋之柱等等 负担起了一部分的事物 而龙马在这段时期 正在跟他的同乡老友中刚圣太郎 奔走于促成煞藏同盟 由于在禁门之变中 薩摩的西乡龙圣率兵抗击藏州的攻击 彼此结下了深仇大恨 但是中刚和龙马都认为 薩藏都是军事强犯 必须要放下成剑 联手对抗幕府才有改变的希望 但是要说服双方并不容易 历经几番波折 才在庆应二年就立一月来签订 西乡龙圣跟贵小五郎分别代表了薩摩跟常州 在京都的小松带刀预居处签订了薩藏同盟 而促成这件事情的龙马则是见证人 原本完成一件大事 龙马应该感到非常愉悦 但没有想到才从京都回到下榻的四田屋不久 就遭到福建奉行所的捕块们的围捕 因为此时龙马已经被幕府视为是危险的人物 而被常州派来保护他的三级盛长 使用传统的长枪来抵抗 龙马一开始想要拔刀 但因左右手的大拇指都被砍伤 后来只好用高山静坐送给他的手枪来应战 勉强抵挡住了攻势 两个人后来破窗从屋顶逃脱 一直跑到往北运河畔的木材行来得以躲藏 而阿龙则是使命奔跑到当地的薩摩凡底球员 薩摩派出全副武装的兵队前往寻找 并且护送龙马进入到凡底 才保住他的一条性命 都说龙马是日本最早进行逆越旅行的人 但其实 这一次龙马九死一生 福祉差一点被砍断 还失血过多 幸亏西乡龙圣派出军医 积薪救治 治疗并休养了一个多月 但由于伤势太重 依然需要恢复 因而在西乡龙圣跟小松带到的盛情邀请下 带着阿龙乘船前往萨摩 进行了一趟疗愈的旅程 这就是传说中的新婚旅行 而龙马这次来洛尔岛又在小松带到 位于山坡可以看到阴岛跟海的宰迪住了几天 后来在小松的建议之下 就前往雾岛温泉继续疗伤 小松带到之所以会提供这个建议 是因为他自己也带太太去过 所以有人说其实小松 才是真正日本最初的蜜月旅行的实行者 而龙马泡了许多天的温泉 伤势已经大致痊愈 一时兴起决定要去爬日本神山之一的高千岁峰 关于登山的路线跟详情 还写了一封图文并茂的书信给故乡的姐姐 因此后人对于这段过程知之甚响 简直就是早期的旅游部落客 龙马登顶的时候还很调皮的 将天逆谋拔出来看 各位要知道 这可是代表天皇乃是神仙子孙万事一夕的象征 龙马这样的行为 如果让那些高喊尊王攘仪的志士知道 简直是大逆不道 但是也可以看出龙马和一般志士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有一种非常现代的科学性格 他们在路尔岛一直待到六月初才离开 可以说是他人生后期 难得的悠闲跟幸福的时光 而参战 慈役幕府战败 年轻的将军家冒病死在大阪城 天逆跟时事似乎都不站在幕府这一边 而幕府内部也自乱阵脚 几个月之后才确认由德川庆喜 接任第十五代将军 而他也将是末代将军 这一代有后都密切往来 甚至引起了土佐凡的后藤向尔郎的注意 而就在龙马生涯的最后这一年 约末开始跟后藤会谈的同时 尊王攘夷中的王也就是孝明天皇封玉 七岁三十七岁 回头来看身处幕末局势的他 可以说是一位年轻而且充满忧患的天皇 之后皇太子幕仁亲王即位 也是后世所称的明治天皇 似乎也预示着新时代的来临 大正凤凡如果放在今日 该凤凡给谁呢 土佐的三内家 因为是拜领幕府的封地 理论上应该是要站在幕府一方才对 但是沈舵十四也不想在新的时代缺席 因此透过凡的参议后藤向尔郎 与龙马的旧式严祺弥太郎 跟对方开始接触 后藤是迫害秦王党的上市之代表 和浪市之间同样有血海深仇 但是如果连萨 藏都可以联手了 那浪市跟上市之间 为什么不能找到共识呢 我想这就是龙马的思维 后藤跟龙马最后达成协议 由土佐版出资 将原本的龟山社中改组为海源队 有来自萨摩 土佐以及豪商们的资金 等于是向公司增资扩大 同时也向四国的大舟帆 借来一艘一旅坡丸 准备进行初次的贸易航行 众人对于这一趟航程 无不寄予厚望 没有想到当船航行到赖户内海 因夜晚农物视线不佳 并遭到另外一艘 冀舟的军舰明光丸撞上 最终还是沉没 船获两世 龙马等人被明光丸救起来 并无人上身 但是出师不力 无论如何都要让冀舟帆赔偿不可 双方从丙之谱一路谈判到长期 冀舟帆仗着自己是德川玉三家 本来姿态甚高 后来龙马搬出了万国功法 又请来英国的海军提督来当判官 成功地获得了巨额的赔款 托帆浪事 告赢得川玉三家 似乎再次宣告幕府已经是强弩之末 而顺利解决了一缕拨完赔偿的事宜之后 龙马终于可以推行他的下一个主张 大政奉还 用最简单的说法 虽然龙马促成了煞长同盟 但他发现这两番目标是以武力推翻幕府 而龙马主张以非武力的方式促成日本的近代化 唯一的方式就是说服德川幕府 主动将权力交换给天皇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必须透过后腾向二郎 请出屠左凡的老凡宫三内荣堂 来静静当说客 龙马和后腾也搭乘帆船细沿丸 由长期出发前往大阪跟京都 正是在这一趟航程中 龙马提出了知名的船中八册 这些条文原本是由龙马队后腾口述 而经由海员队式长纲千集 在旁边记录下来 后来在维新成功之后的明治元年 明治天皇提出五条玉士文 确立新政府的体制 一般认为受到龙马船中八册的启发 可见那是多么重要的历史时刻 而当时大政奉还的意义 是要将政权交还给天皇 如果放到当下的现代 我认为应该把大政奉还给人民 也就是民主政治 不知道您是不是认同我这样的解读呢 龙马最后的日子仿佛在跟时间赛跑 龙马要做的事情似乎总是一波三折 当他讲述完成了传宗八册 跟后腾巷狼赶到京都 准备要跟山内荣堂报告 没有想到荣堂已经提早返回土佐 接着在长期又发生了一件 伊卡鲁斯号英国水兵杀害事件 导致海员队被误会涉案 所以说龙马要推动大势 似乎历史本身有一种抗力 不愿让它太容易成事 毕竟大政奉还真正的意义 是要结束武士统治的时代 如果从逐立尊士开始算起 将近五百多年的世道 也就在这段期间 获返五年半之后的龙马 终于有机会再度回到了土佐 他这次返乡是为了要运送一千艇的羊枪 去强化土佐的近代化武力 因应未来的情势发展 有可能跟幕府或者是跟煞场发生战争 但是龙马并非大摇大摆地进入高之城 而是在上岸之后 先躲藏在贵宾对岸 总旗的船夫家中 等候坊内的官吏的疏通跟安排 直到几天之后 才能短暂地回老家一晚 龙马当时回家一夜 并又匆匆离去 或许谁也未曾想到 那是他与故国和家人最后的诀别 庆应三年 1867年 厚藤向尔郎终于取得了山内荣堂署名的大政凤凡建白书 同步前往京都 进城幕府 10月13日 德川庆喜在二条城 造极了在京的诸凡重城 表明了大政凤凡的意图 并于隔天向朝廷上表 无论小说还是大和剧 这都是情节的最高潮 一介托凡浪事 在奔走四方的过程中 学习并且融合了当代勇士知识的观点 搭配己身的思考跟行动力 立抗雄凡的开战意图 直接或者间接促成了 日本近代史上最关键的事件 而在这个之后 龙马又以徒左凡使者的身份 带着山内荣堂的书信 再度前往月前辅景 请求松平春月 赦免一位擅长财政 对于职产薪业 更有心得的三纲八郎 可以说是为新政府招募人才 而奔走四方 龙马来回府井跟京都 是经由晋江路 而巧合的是 龙马最后寄居的酱油商家 也叫做晋江屋 所以在司马辽太郎小说的最后一章 篇名就叫晋江路 到了11月15日 他志同道合的伙伴 中纲圣太郎 来到晋江屋拜访 据说龙马这一天受了风寒 想吃军机火锅 就嘱咐他的徒从 藤吉去准备 然而就在这一晚 京都见回主的刺客 掌握了他的行踪 杀上晋江屋的二楼 来不及防备的龙马 当场毙命 而受伤的中纲圣太郎 三天之后不治 关于暗杀的细节 以及种种阴谋论的传闻 历年来就有很多的讨论 包括新选祖 冀州凡 土佐凡 萨摩凡 都被认为是可能的幕后黑手 但根据历史学家 基田道史 近年出版的龙马史一书 认为龙马暗杀事件没有谜团 凶手无疑就是幕府旗下的 京都建回主的建事 无论如何 龙马被暗杀了 虚岁仅得年三十二 而他生涯中的重大成就 几乎都在最后这两年中完成 年轻人用他的手 开启了未来 在京都的东山 原本就有一座灵明神社 是海员队 陆员队 安葬队友的地方 龙马和中纲圣太郎 被归葬于此 后来几经整理 便是如今的陵山护国神社 每年的十一月十五日 是龙马的生成跟祭日 尽管当年都是旧历 但现在已经合并到新历 而京都龙马会 在这天的前后 通常会举办提灯祭 墓前祭等等 陵山这座墓园 基本就是木墨史的缩影 与他共同完成 煞长同盟的贵小五郎 后来改名墓户笑语 名列维心三杰 活跃于明治政坛 明治十年 也是虚岁四十五 英年早逝 归葬于此 和诸多的长洲志士 以及龙马等人 永伴长眠 从墓园眺望京都 遥想当年风云 恍如隔世 司马辽太阳先生 在小说最后写道 事业 京都的天空 与云密布 群星隐匿 然而时代已经转变了 年轻人用他的手 推开了历史的门匪 开启了未来 这一集我用了超过一万次 为大家简单地陈述了 版本龙马的生涯 以及他生命中的 关键事件 或许你会问 看完这一集 还需要买 《公投间的龙马之旅》 这本书吗 我的答案是 当然要 因为书中 还有多达八倍的 字数跟内容 不仅是龙马的生平 更是一趟 长达十年的旅程 有更多值得 细细感受的 情感与细节 我会将书本 订购连结 附在留言处 也欢迎大家购买支持 好的 以上就是 本集的内容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 《公投间观点》的 时事跟旅游话题 我们下次见